Covid 感染时会引起心血管问题 如果感染了Covid 会有心脏肌肉发炎 有血管发炎 有血块凝固等等 但暂时很少研究究竟长远Covid 对心血管会否有影响 早前在著名医学旗刊Nature 刊登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邀请了很多美国的退伍军人 只是Covid 的病人也有15万人 因为他们有一些医疗福利 有些很详细的医疗纪录 他跟进了他们一年 看一看有新冠病毒感染的人 和没有新冠病毒感染的人 一年之后心血管疾病的分别有多大 这个研究看来也做得不错 结果应该相当有说服力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 主要是看一年串一男子的心血管疾病 Covascular Disorder 即是中风 Dyscremia 即是心律不整 即是包裹心暖跳 心跳得太快、心跳得太慢 甚至突然间心脏停顿 这些问题 Inflammatory Heart Disease 即是心脏肌肉发炎 心肌炎 或者心包发炎 或者包住心脏肌肉的组织发炎 这些问题 Eschemic Heart Disease 即是一般的观心病 或者心脏肌肉发炎 那些 Other Cardiac Disorder 即是其他 Fombotic Disorder 即是血块 即是形成血块的问题 那些问题 Hardamase 和Anne Cardiovascular Alcum 即是把上膏加在一起 基本上看这里都可以 他们用两种方法来做统计 一个就是这一点点的就是HR HR 其实是Hazard Ratio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Hazard Ratio 怎么计算呢 比如我想看Covid 引起心脏病 机会率是否大了呢 我们就计这个Hazard Ratio 就是把有Covid的人心脏病的数字 就是这个做分子 over 就是这个 没有Covid的人 有心脏病的数字 这个做分母 举个例 如果 当是有Covid的人 有心脏病 有10个人 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没有Covid的人 有心脏病的人 又是10个人 就像A这个情况 有Covid 一年之后 只有10个人 有心脏病 没有Covid 一年之后 都是只有10个人 比例是1 1 就等于没有增加了风险 举个例 当是一年之后 心脏病的机会 有Covid是20个人 如果没有Covid 是10个人 比例是2个人 意思是 一年之后 有Covid 心脏病的风险 就大了2倍 这样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的时候 1 这里有虚线 这条虚线的左边 例如0.2 0.8 例如0.2 代表风险没有增加 或者降低 在这条线的右边 就大过1 大过1 就是有Covid后 这些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了 另外一边的统计 项目就是 Excess Burden Per 1000人 就是说 每1000人 一年之后 究竟多了多少人 有这些疾病 因为就算没有Covid 一年之后 有些人都可能有这些心脏病 将那些剔除了 究竟有多少 这些心脏疾病 是预计之外 应该这些多了出来的数字 是和Covid有关系的 这个研究 将Covid的病人 分了三类 这些绿色 就是两边绿色 这些地方 就是non-hospitalized 即是没有入院的 这些大部分 可能感染了病症 轻微 没有病症 在家里休养 然后就没有病症 那些人 绿色就是这些 粉红色 就是hospitalized 即是入院的 即是粉红色 感染了Covid后 需要入院治疗 另外一组 就是子子蓝蓝 子子蓝蓝 这些人 就是入院治疗 即是需要进入心切治疗 我们看这边的图 即是hazard ratio 究竟一年之后 风险大了多少倍 一年之后 如果感染Covid 即是轻症 患上这些心脏病的机会率 都是在这条虚线的左边 例如这些 这些 全部都是大过1 大过1 即是增加了风险 虽然风险又不是大很多 即是1点多 或者未到2 大了少少 又不是大得很重要 但当我们看第二组 粉红色那组 入院的债人 入院的债人 很明显 HR的hazard ratio 就大了很多 可以看到 有两倍到六倍 如果有人感染Covid 之后 需要入院治疗 一年之后 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多了2到6倍 最差就是最后一组 这些紫蓝色那组 就是需要入院治疗 那些人 即是说 如果那个人感染Covid 之后 需要入院治疗 入院治疗 入院治疗 部 就算他康复出来 一年之内 患上这些心脏 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都是大了 HR的hazard ratio 更加高 比起 只需要入院的债人 就更加高 即是说 最大风险 就是进入ICU 那些人 另外一边 其实趋势也是一样 你看看 每一组的心血管疾病 都有趋势 就是说 不需要入院绿色那些 一年之后 真的患上这些疾病的 机会率 相对是高了 不过就不是高很多 但是入院之后 的话 风险就明显 比不需要入院的人更大 最差最差 就是需要入ICU 即是蓝紫色这部分 你看看 每个阶段很长 就是说 入过ICU的人 一年之后 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 就明显 数字是多了很多 这个真的不是很好的消息 这些情况 比如在流感之后 就看不到这些情况 流感没有一个情况 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但是 这种新冠病毒 似乎 真的不是说 在初期的时候 可能引起伤风感冒 或者肺炎 那么简单 有个很明显的倾向 会伤害我们的心血管 尤其是 如果COVID当初是 严重一点 需要入院 甚至需要入ICU 风险就更加大 即使疫情慢慢过去 长远来说 整体人类的健康 可能都会受影响 很多很多人 康复之后 都仍然需要注意 可能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大了 需要適切的跟进 人命和金钱上的代价 真是难以估量 这一场真是不折不扣的世纪大灾难 即使感染很难避免 一定要防止它成为重症 因为如果变成重症 需要入院 甚至要ICU 真的不是好就没事 所以打疫苗也是非常重要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